世界上第一个吸血鬼原本是人 死去时因为怨恨与恶魔签订了契约 通过吸血来维持生命 成为了不老不死的怪物 他的家族为了向上帝赎罪 成为了吸血鬼猎人 世代已铲除吸血鬼为目标 只有杀死德古拉伯爵 整个家族才能获得救赎 德古拉的父亲却无法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于是通过一扇无法开启的门 把他放逐到一个极寒之地 范海星要找到那扇门 才能再次见到伯爵 他掏出从组织带来的碎片 竟然可以跟眼前的壁画完美平和 壁画变成了一面镜子 范海星用手试探了下 手穿过了镜子 里面很冷 这就是他要找的门 他走了进去 安娜和助手也紧随其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吸血鬼古堡 怪物被锁在了大冰块里 范海星想救他出来 可是四周围满了栏杆 怪物告诉他 伯爵那里有治愈狼人诅咒的解药 原来狼人和吸血鬼是天生的死敌 只有狼人能打败吸血鬼 吸血鬼一直控制狼人做事 一旦有狼人要背叛他 他就使用这瓶解药 让狼人变回人类 他们立即想到一个计划 大家兵分两路 安娜和助手去找解药 范海星去找伯爵 等到满园升起之时 范海星就会因为狼人诅咒化身成狼人 只有这时候他可以杀死伯爵 安娜要赶在午夜12点之前 给他注射解药 这时怪物会被送上食言台 吸血鬼扑人准备通电 范海星找到怪物 帮他解开了锁链 但还没解完 怪物身上就开始通电 吸血鬼宝宝复活了 另一边 安娜终于找到了解药 却遭到了吸血鬼新娘的阻挠 安娜只能让助手先拿解药跑 自己却差点被杀死 这时怪物刚好挣脱锁链 误打误撞间救下了安娜 为了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 怪物自愿留下来对付新娘 让他们赶紧去就放心 只是新娘很快逃了出来 安娜又被抓住了 新娘给予安娜年轻的冒昧 要吸干她的血液 但这一次 安娜找到了反击的机会 助手送来了一木桩 她果断插入了新娘的心脏 另一边 范海鑫与伯爵对质 满月升起 她准时变成了狼人 一番苦战后 她终于杀死了伯爵 同时吸血鬼宝宝全部暴体而亡 快要12点了 安娜终于找到了范海鑫 可是狼人是丧失感情的怪物 她朝安娜扑了过去 同一时间 安娜成功把解药注入了她的身体 范海鑫变回了人类 安娜却死了 一切完结后 范海鑫在海边送别了安娜 安娜以前一直想去海边走走 却没有机会 而怪物也驾着小舟 远走他乡 她只想好好活下去 恍惚着 范海鑫仿佛再次看到了安娜 她终于和哥哥团聚了 他们一家终于能上天堂了 而范海鑫将继续想要出魔 低于邪恶力量的入侵